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坊间说的饥饿治疗 很多时候是说我们不吃东西 或者尽量不吃一些有糖分或者碳水化物的食物 希望能不能把癌细胞饿死 但大家要留心 这类的断食好或者尽量减少糖分和碳水化物的饮食法 其实影响不仅在肿瘤细胞里 其实全身的细胞都受到影响 尤其是在癌症治疗的过程里 我们的热量或者蛋白质的需求比一般的更高 所以有时候出现的情况 就是我们在食物里拿不够营养的时间 其实肿瘤不会完全生长不到 它反而会略夺我们身体内的营养素给它生长 从而令到我们的病人继续消瘦 但是肿瘤会一直长大 所以这个方法并不是那么可取 如果你说生酮饮食的话 有些初步研究在个别的情况可能会有些帮助 但这也是属于一些比较初步的数据 也真的需要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之下 而希望生酮饮食不要影响到本身应该要做的治疗 其实这个是一些传闻不太对的 其实里面含有的激素 其实是不会影响我们癌症复发的机会 例如黄斗里面含有的植物性痴激素 的含量和效力都不太大 所以整体上就算是一些 譬如说需要到荷尔蒙治疗的癌症康复者 其实进食正常黄斗的量不太多 基本上对于癌症复发的机会是没什么影响的 在牛奶方面的确是有用到激素的技术去增加产量 世界各地很多监管的机构都已经确定了 用了相关的技术产生的奶奶的产品 其实含有的激素的数量 其实和一般我们说没有用到激素技术的产品是相产的 所以其实就没有一个明显的癌症复发影响的机会 还有其实现在现时世界各地的法例 一般都不容许用一些激素在鸡脊那里 所以相关来说 鸡脊的食用也是安全的 我们经常说的超级食物Superfood 例如说我们举例是蓝莓、番薯 或者是一些红菜头这类的超级食物 很多时候都含有一些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在里面 一般来说这些抗氧化物质 都可以减低我们细胞被破坏的机会 但其实这些Superfood里面的抗氧化物质 其实可以在很多不同的蔬菜或者水果里面都会找到 其实只要有足够的蔬菜和水果的进食量 其实已经达到一些明显的防岩作用 所以其实可以依据一个健康饮食原汁 将这些植物性的食物放入自己的一般饮食里面 就可以了 其实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了 相关的研究报告 其实最主要是监管当局或者大学的机构 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平时煮食或者加工的情况之下 会产生的这些致癌物的情况 其实在一般人来说 我们只要留意 避免进食太多的含有高致癌物的食物 我们讲一些炸的肉类 或者用直火去烧一些高脂的肉类 比较高温去煮的一些澱粉质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的薯片或者烘到很焦的面包 都是要小心一些的 另外一些很高脂肪的加工的食品 或者很多酱油的食品 其实都有机会出现一些比较多的致癌物 最后大家要注意一些发生的食物 或者一些过热的饮品 其实都会有一些致癌的倾向 所以大家都要留心 减症康复者想减低一些复发的机会 其实在饮食上 主要围绕着一些健康饮食的原则 其实可能大家有机会在坊间 或者是亲友之间的一些建议里面 听到很多饮食的一些限制 或者一些介口的情况 其实很应该向你的医生 和营养师查询这些饮食建议 从而避免了一些过分介口 而令到自己的生活有所限制 其实一般来说 很多的介口都不是一定需要的